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艺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讲解 征山普玉命挂天机基础 告诉各位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昏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阴阳就是对待 阴阳是两面 但是两面是对待的 没有两面的话就不成体 不成体 即使我们一面东西一阴一阳 才有成一个体 如果你光一面绝对不成体 你再大的再大的宇宙西空也是需要两面才能成体 再小即使再微纯像那个烟纯 灰也一样太小太小也都是有两面 曾经我们有一位他也是研究了修行的法则 他也是上新博士来 他跟我聊起了 老师那修行那你为什么讲义经一直讲义经呢 不讲佛经 佛经也就是义经 义经也是佛经 佛是告诉我们这个凡尘和净土的世界 佛经的佛法也告诉我们环绕的世界和极乐的世界 那么我们义经也是告诉我们阴阳两面 阴的是烦恼的世界 阳是光明的世界 所以义经佛经本来是义 说法不同 这个传道的方式不同 那么这位修行先生也是老先生 啊 原来我只研究义经 后来我听到佛法以后 我把义经就甩掉了 我潜心修行佛学 我说很好啊 但是他这段时间来 他一直好像有点疑问 刚好在台词看到我讲义经 他就上来问这件事情 我老先生 义是从两个对待 一阴一阳是一善一恶一来一往 从撒佛世界到极乐世界 从苦到乐 从喜到怒 都是义嘛 也是佛学佛法嘛 佛学释迦牟尼佛 所有说一切法 他两面都是要讲 辉法辉辉法 义辉法辉辉法 四辉法 这个就是义的法则 所以这老先生 那我懂了 那我开始 因为和佛学一起 佛罗为一 在修行 我跟老先生讲 希望你事件多留意一点 多住一段时间 将你以前所学习 就已经几十年了 和佛学 佛罗为一 老先生呢 他说好 我一定会留下来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留 我不晓得 不知道还在不在 我不晓得 他这个是义 义的法则 所以阴阳 也是我们所讲的命与运 命与运 命也有阴 也有阳 先天 命是先天的 但是命 无命可论 你要去论命怎么论呢 无量解来 生生世世的投胎 就从释迦摩尼亚 佛陀 他在住宿的时候 等到他开悟了 他一定要回去 白天 讲道 普渡一切 法界众生 那么晚上 清静的时候 他又回到 过去生 一生 一世 一世 练节生生世世 回去 去寻找过去 有缘的人 清流 有 道友 等等 是不是有到世间上来 一有到世间上来 他就开始寻找 这一位 有缘的 亲人 他在哪里 他来到世间上 是在哪里 所以 他有时候走了好多天 他也一定要去 把那一位 为他说话 度他 让他 在觉醒 所以 释迦摩尼佛 在世的时候 他所讲的一切的道 一切的法 就是在讲八正道而已 八正道 八条正确的路 他能以八正道 告诉所有 有缘的人 如何回归到 原来的 自己的净土的世界回去 让心灵 回归本位 所以 释迦摩尼佛 他呢 住世子49年之间 宏法49年之间 他也是寻找过去有缘的 等到全部都度完 都告诉他们 找续缘续完的时候 就我要涅槃了 我们再不要 不必再来世界上寻求过去生的 这一些的亲友们 所以 释迦摩尼到最后来 他是我要涅槃 涅槃是先从究竟才能涅槃 究竟 你究竟呢 要知一些法 知一切 这个人世间的因果 然后才能信安礼德 视为涅槃 信安礼德 就是涅槃 涅槃是一个名词嘛 最重点是信安礼德 信安 那么我们 在来到世界的时候 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因缘 不同的因缘 在不同的因缘之中呢 我们可以寻求到 我们怎么样 两者之间 一世一辉一善一后 一正一户 之间呢 如果寻求一个最中道的 最中道的 那么我们既然来到世界上来 要寻求中道 确实也是不简单 那么寻求中道呢 从世间法 世间法去误 世间法去做 不要让世间法呢 把我们整个的心灵 原来一些黑暗的 一些不愉快的又把它挑起来 那我们环绕一辈子一定搞不完 所以我们是因 命是整个的全部 命整个的全部 全部里面呢 当然就有一些阴 有一些阳 这些物 下面是集 这整个数为图嘛 数为物与集 物属阳 集是阴 物集 我们就属于中央物集图吧 那我们也是讲整个我们的心啊 那是先天的 本身具足带来的 就有一些善与恶 善与恶 善与恶 累积的过去生 所有一些的恶 所以我们昨天归宜了 就是消极的一面 黑暗的一面 事实下面 那我们上面 一面是黑暗 一面是光明的 那是雾极 那个本来先天就有代劳 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能够 达到完全的 这个黑暗的 一直减少 一直降下来 一直降下来 这都靠后天 就行功 用力 去做 去实践 去实践 这个就是后天 用后天的 来把这个一直降 降到最低 让它回归到整个光明 的信念 好 那是 叫 运 命和运 所以我们在世间上 从义经里面 义 告诉我们这个树里面 天基就在这里 了解到我们出生出来以后 好 我们自己的命运 等于命和运 了解自己的命 但是无命可论 有因果的关系 既然因果的关系 既然存在了 我们用后天的运 运就行功 来化解 我们的各种苦恼 曾经也有一位老先生 他是非常有研究的 命理的专家 而且是一贯道的 非常 非常 修得非常好 一个老先生 点传书 前人 他有一天 也在来到这里 刚好在南景仙龙那里 坐在那边 我跟他在那边聊了 请教他这个道法 他所讲的出口成章 所讲的都是一切很深奥的真理 那么后来这位老先生 他说 我们了解到命运 了解命了 你要如何 我现在人要了解命 了解这因果 我们才能从因果里面 从因到果之间 不调和的路 你如何把它 化于无形 然而光明的一直开化出来 如果不了解自己 糊里糊涂的时候 一天 到晚的都是埋怨 不满 抱负 嫉妒 毁谤等等都会来 所以我在 秉着老祖书真 鬼谷先师 给我的一个启示 告诉大家 了解自己 才能保护自己 那么保护自己 从行功利得 怎么去行功 不要换苦业 比如一个人 他的命运 以生计来 他的命 他就没有钱财 钱财心粉案 那钱财心粉案 你我们来世界上 行功利得 有的做生意 做钱财 有的是从当官 来做他的修行 那昨天 下午 有一对夫妻 从台北来 在以前 在台市 或者南一带 在电视中宿华市 做很多的节目 赚很多很多的钱 两夫妻 命挂式奇才谣 结果 他赚了很多钱 他在电视里面 他是著作人 以前有一个节目 叫百战百胜的 那一段时间是他著作的 所以赚了很多钱 他赚了很多钱 有一天他突然想到 要从文化 他就把这些钱 那些节目 站在那里 改到 这个传播公司 自己去做文化 文化事业 文化事业 就是父母窑 文化 就是父母窑 你做生意 就是七柴窑 那七柴 那七柴 可 父母 所以生意 都抽損 生意的原神 生意的原神是 什麽 才的原神是什麽 就是祖孙鳥 就是祖孙 祖孙 祖孙 那麼父母扩子孙 父母扩子孙 那麼這個就是 他的 父母變成一個仇神 父母變仇神 我寫一個有規律的給你們看 這個父母 生兄弟 兄弟又生 祖孙鳥 祖孙又生七柴 生七柴 七柴又生關鬼 關鬼 在生父母 他這個 父母用神的時候 就是原神 原神 比如父母視為土 這就為金 金 金就是水 就是木 這個火 又是為土 又回歸回來 回歸回來 就回歸回來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父母生兄弟 兄弟姚 生祖孙姚 祖孙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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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鬼姚 光鬼姚生父母姚 結果他做生意很多錢 用神 用神是七柴姚 原神是祖孙姚 那 你要去做父母姚的 為土 土會來克水 土克水就克原神 那這原神 那來克呢 就是他的仇神 又是祭神 而祖孙姚的原神 是兄弟姚 結果克父母是他的 父母克祖孙姚 又是祭神 那 當然要做生意的話 直接投入文化事業 直接投入文化事業 把整個事業 轉到投入文化事業 那是他的仇神 你直接跑進去跟仇神做生意 去從事你的仇神 哇 那個完蛋了 我說你搞錯了吧 你是七才 七才很旺才很旺的人 你絕對不能去 專心改行走文化事業 你一走文化事業 父母姚就是文化 父母姚就是文化 你走文化事業的話 就來扣你的元神 克元神 克元神 那麼就是你的冤仇 仇神 萬修 比喻訓你是我的貴人 那麼再一個是 傷害你的 傷害你的人 就是我的仇神 然後再回來 為什麼 他會當你的仇神呢 因為七才 七才呢 他是克父母 七才克父母 因為木嘛 克徒嘛 七才克父母 父母一個願 就把你的元神 把你的主生呢 打屁股 打屁股你的主生 你的元神 打屁股的元神 所以在因果律裡面 我傷你 那麼好了 你傷我沒有辦法 那麼我就傷你的子女 傷你的子女呢 傷你的元神 傷你的元神呢 那麼你就 沒有屁條了吧 所以他就跨過另外一個事業去 好那我再寫一個比較簡單的 三角形好了 這個七才 來 如果屍木 好 這個元神呢 來生 主生姚 至於水 水生木 好 這個父母姚 你克他 克父母 屍徒 那如果七才姚 來克父母的話 那麼父母一定傷 會傷你的這個主生姚 你的元神 這個就是用神 好 這是元神 而元神的祭神 祂是祂的就是祭神 他克他 就是祂的祭神 他的祭神 所以 父母姚 就會克祖孫姚 為什麼會克他 七才姚 屍木 來克他 又是祂的祭神 祭神 反正既然你克我了 我沒有屁條 那我就跑來克你的元神 克祖孫 克元神 這個戰爭的法則 也是這樣 嘿嘿很好玩耶 做生意 有一次我們一位師兄他做生意 我再試試看看 這家公司 原來大家好朋友 後來咧 他去把他做個工廠 我們這位信徒的工廠 把他挖他的總經理和他的廠長 把他挖 挖走了 齁 挖走了這一家 不然怎麼辦 我說你試試看好了 你轉過彎 去克他的元神 換你去抄他 還抄他咧 結果董了咧 兩個開始懷告 還是咧 這個事情 鬧了很大的 當作變成我是罪過的人 還來問我 老師啊 這怎麼辦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嘛 你們趕快去和解 喊人去和解不要告了 結果後來又和解掉了 或者調了他的總經理和廠長咧 他就另外到另外其他公司去了 就沒有相干 事情就解了 用這樣 連選舉也用這個方式 這是一個道理 所以 欺財科父母 那麼你去現在 你要去做 文化事業 你就去跟你的祭神 沒有跟你的仇神 做你的仇神的事業 當然你元神就沒有了嘛 昨天我們這一位 兩夫妻啦 聽了以後咧 眼淚都濕了 原來有賺很多錢 算好幾億財產的人 弄成現在負債也算億 不知道怎麼辦 我說你做不對 你做法你要用七才 來付出這個文化 你賺了錢 你專心做你的生意 你來付出這個文化事業 你用多少錢 付出文化事業 你還是繼續把你的原來的製作 這個 製作節目的 來做賺錢 然而你撥錢來做文化事業 讓別人來做 那麼你就成功了 這個是益經 這是益的法則是這樣 兩夫妻聽著還有兩三位他們的好朋友 牙口無言 牙口無言 這個一弄咧 連 我們連戰 連主席的女兒 他們就坐在一起 那個事業就拖了一大堆 拖了一大堆的人 問了怎麼辦 那我問各位怎麼辦 拖了一大堆 弄很多都弄不好 我說你現在 文化甩掉 趕快又回歸到 再兩年你會賺大錢再賺六年 賺六年的大錢 再趕快還掉 好 那麼有事業的文化事業 你可以去 錢去支援他 你不要開始寫腳踩進去 本來文化事業 就父母窯 父母窯是被欺財課 父母窯的文化事業 而且又是克我們柴窯的原神 那麼你在台灣看一看 哪幾外做文化事業 真正有賺到錢的 沒有耶 雙涵 有沒有想 有沒有看到這文化事業賺到錢 想一想看有沒有 賺了什麼 明啊 對 賺到功德 但是很多錢 全部都塌下去了 包括很多出版業的 出版事業的 他還是賺了 開始一下子 變賺錢 事實上都沒有 後來 都是一屁股的債 那我們台灣好幾家的文化事業 我也很清楚 我媳婦的 他們這個公司專門也是做出版 做文化事業的 貸款也一大堆 雖然是整個學校教育的書在用他們的 結果是很累 真的很累 因為文化事業是 課子生寮 課七才的原神 然後 以後有信徒 你們的底子信徒 他們做事業的話 他們賺錢喔 繼續賺錢 賺錢沒有罪過 賺錢是有功德 然後一賺錢來 之後參與文化事業 多提款這個文化事業 所以我們 我們法門裡面 我們有吳師兄 他 也是 還要付出我們的道場 付出我們這個法 我說你付出可以 你只能撥錢 你不要踩進來 你踩進來 你腳會被黏住了 你繼續賺錢 用賺錢這個錢來付出 我們這個文化的事業 你就不會被卡住了 如果你踩進來 你就腳會黏住了 你要小心 他開始以為說 我在嫌棄他 我說不會嫌棄 我是這個真正 我了解因與果 要了解命 了解你的命 是怎麼樣 你這樣做的話 你事業會做得更好 最近呢 又發覺很多 那個 生意又可以做 師傅我想要再扣一場 扣第二場 第二場呢 最起碼要20夾嘛 要20夾第一點 我說可以課第二場 你認真賺你的錢 拿到文化事業 或是慈善事業 你可以用錢去撥出去 你賺的利 利潤呢 你去提撥出去 那麼就對了 所以以後各位 你們會碰到 有信徒 他賺錢了以後 哎呀我很想做一個 我們中華文化的事業 可以做 但是你不要換跑道 不要換跑道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七彩咬的人 命掛裡面七彩咬的 最好 你不要鼓勵他去做文化事業 七彩咬此事的 我們在這七彩咬此事的 你們就不要去做文化事業 可以扶持文化事業 就對了 這樣功德緩得大 因為當你去採進文化事業裡面 這個會把你的元神壓住了 這一點大家很容易忽略了 很容易疏忽了 但是這個在我們用 易經命掛來排的時候 父母搖和七彩咬此事的人 七彩咬此事的人 你可以這麼做 若是一面掛呢 父母搖的人 文化事業可以做 慈善事業可以做 關鬼搖的人 關鬼搖的 那麼你來做文化事業 是可以做 但是做的事比較會有頭無尾 有頭無尾 那麼也是要去用父子做文化事業 關心文化事業 這樣來的也就可以 如果子孫寮你要做文化事業 你只能做教育 我們命裡面 命掛裡面子孫寮此事的人 你可以做教育做藝術做技術做發明 做研究可以這麼做 那麼你就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採進完全的文化事業 會胎死腹中 看很多了 很多了會胎死腹中 兄弟搖你在做文化事業 當然可以做 兄弟搖此事的人 你做文化事業 你必須要去廣結善言 廣結長輩的 然後作為一個專門執行者 不是自己當老闆 如果你父母搖做文化事業 自己完全當老闆的話 你的成本會計 你的基存貨 基貨會很多 庫存會很多 到時候耗在庫存裡面 印證二十幾年來 幾十萬的信徒之中 當然在有很多這方面的人 十方信眾大德文 他們就是不了解 大家有那種信心 一直衝一直撞 衝啊撞啊碰啊 結果呢 滿鼻子灰 鼻子都平掉了 牙齒也掉了 柴也守不住了 後來呢 弱得一身的 環繞 所以我們了解命了以後 我們可以屈局避凶 我們可以讓自己 不要走進黑暗 不會讓自己走進 以後混沼混沼的業障 造成不好的苦暈和苦果 所以我們知其知彼 百戰百勝 彼是什麼 該做以不該為 該為或不該為的 我們所該做的事業 就是彼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彼者揮他的臉 彼者是 我們身上 要做的什麼事情為彼 阿彌陀佛